这个恶毒的婆婆趁儿子不在家 竟然把儿媳赶出家门 甚至把行李箱直接扔了出去 而美丽却把衣服又一件一件装进行李箱 她此刻多想转身离去 但对舅舅的承诺不能亲眼放弃 补足勇气从今走进家门 但可恶的老女人竟然想动手打她 想好被她拦住 她快速回到房间内把门翻锁 美丽非常害怕 而艾米尔正堵在回家的路上 此刻的她连一个依靠都没有 老女人并没有打算停手 找来钥匙 进屋抓住米丽就让她赶紧滚出去 米丽表示 如果舅舅知道一定不会放过她 受到威胁的老女人 气得直接把米丽撞向墙 米丽晕了过去 此刻的女仆和老太婆吓得不知所措 正当这时 艾米尔突然回来 看见晕倒的妻子 大喊着母亲和仆人 而二人却故作惊讶 慌张的艾米尔抱着米丽赶去医院 恶毒的老女人警告女仆 不要乱说话 否则就杀了她 晚上艾米尔的父亲回来 年轻的米丽并询问她的去向 正当这时 二人也从医院回到家中 米丽惶称自己是不小心摔伤的 可恶的老女人虚精假意的上前关心 连扑人都觉得太有心机 受伤的米丽回房间休息 看着眼前的妻子 艾米尔第一次有些心疼 而影响的婆婆又来作妖 表示自己不会感激她 反而会变本加厉把她拉进地狱 直到她的离开 这次米丽没有退缩 表示愿意奉陪到底 转天 艾米尔带着受伤的米丽出去兜风 虽然嘴上说着讨厌这个女人 余光看见米丽有些冷 把空调的温度调高 在海边 二人在车上听着音乐 艾米尔含情漠漠地看着米丽 仿佛沉浸在爱意之中 夜晚 艾米尔带着妻子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是把她带大的女扶 女扶邀请她和米丽在家中做客 老人家看出米丽的善良 并告诉艾米尔你要珍惜 二人四目相对 此刻的空气中 弥漫着恋爱的味道 而正面的婆婆 怕儿子真正地爱上儿媳 又在琢磨想办法弄走她